我们的镇头啦 你看人家买粥 我们去买粥100块 时钟市价100块 我们这个RDM去买粥 RDM的粥市场不准时 所以要买贵粥 这个RDM是什么? RDM的TUREHA TUMUMATI 所以他要买粥 才能收粥 不然不够粥 所以他要买粥买粥 100块钱的粥鸡 100块的时钟 他要多少钱买? 100块钱的时钟 他用3,810块来买 而且不是买粥 100块钱买20元 是不是要拿买时钟去收粥? 如果不是收粥 买这么多时钟 做什么?对不对? 100块用3,810块去买 如果Auntie去发上买菜 都会懂得讲价钱啊 Auntie你去买 都会懂得context store 有没有discount啊 just store有没有discount啊 加一点有没有discount啊 谁扣扣一点点 米洛过5块钱啊 Auntie从这边来到太平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比我们政府高原买 不会换价钱的 他们算是很差 但是你们看 只是买贵白的 一买买就会 这样 时钟100块 和3,260块 家里的office用那个scanner 扫描机 扫描机 scan东西的 你把你的脸帮在那里 你会scan出来 清晨桌都可以scan出来 它那个是高清版 HP版 我买 谁? 400块 再我买 14,000块 几8,000块 买一架scanner 不知道是要scan什么 是要scan 裂很裂很干细胞 我们scan 是拿来scan 轮件 一个 一个scanner 最多是三四百块钱 国家政府要14,000多块 各位 所以呢 所以呢 照着马来西亚的财政 很多洞 10个 10个洞 3个盖 盖不完 现在 国际 国际债券 要降低马来西亚的主权 评级 要让马来西亚的credit rating down rate 使得我们借贷成本 移高 现在政府怕了 因为法国的逃避 没有办法 想来下去 最后就当一条credit 拿人民来开刀 每个人